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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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庭说学识字 识字由听和解开始 刚才教儿子认字 吼到完全地血 26个英文字母 学了半年都不懂 你叫他一路讀一路抄 可能会记得好点呢 有没有买Fresh卡给他们玩呢 男生嘛,可能他迟些开销而已 如果子内有认字问题 家长一般会在幼稚园的中、高八 或者小学阶段开始发现 这个时间,小朋友开始需要应付文字 包括是认读和抄写文字 家长可能会留意到 小朋友很容易忘记学过的生字 或者混淆意识相近 或者自形相似的字 但家长未必知道 听、说、读、写是一脈相承的 幼儿听说能力的发展远早于读写能力 有很多的科研结果都显示 一个小朋友在开始学习文字时的语言能力 是他们学字学得有多好的一个重要指标 如果一个小朋友持续有语言相关的问题 那他们很大机会也在文字学习方面出现困难 就算可以正确认读文字 都可能未必完全理解文字所传达的意思 所以要帮助小朋友学识字 一定要从巩固他们的语言能力开始 有良好的语言理解能力 他们才可以明白文字所表达的意思 和背后的信息 而好的语言表达和聚述能力 对日后写作会有很大帮助 我们大脑的左边有几个不同的区域 主管语言和语文相关的表现 0至3岁幼儿的大脑有急速的发展 如果父母可以把握这个时期提供多些诱度 促进那些区域的联系 就能够为小朋友日后读写发展练下基础 家长可以提供什么诱度呢? 研究显示 小朋友开始牙牙学语的时候 家长就可以积极模仿一下他们的发声 用一些贴切的单字或者短句做回应 也可以主动描述身边的物件 和所进行的活动 以原目险之下 小朋友就可以建立和扩大他们的词汇库 也可以从我们的说话中 学到句子的构造 我们在公园散步 保险一下新鲜的空气 欣欣你又可以在草地上跑来跑去 真的很舒服 欣欣啊 你告诉妈妈 你看到些什么? 很多花花 对啊 这里有很多不同颜色的花花 那边有大的 小的 这里呢? 小的 是的 这里是小的 欣欣啊 你看看那边 姐姐 是啊 姐姐在打鲜丘 接着呢 欣欣在做什么? 欣欣在跳舞 伯伯呢? 伯伯在打太极了 哇 哇 但是欣欣啊 你看看 那里有个人 有张纸巾在地上 不过他立刻折起了 嗯 真的有手味啊 欣欣 你看看上面 是小的 小的 是呀 是呀 欣欣你很厉害啊 小的 在天空上 飞 飞 你想不想像小的 飞啊 想啊 好了 那我们开始飞啦 耶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重听说学识字 互动语讀法 啊 你们呢 平时有没有跟小朋友看书的? 我跟女儿看书的 但基本上呢 只是看图画 她好像呢 不多远看字 有看好过没有看 有亲子 看下看下 就识字的了 看下就记得字? 那 看到什么时候 就可以自己读啊 一有效学习文字 是要经过正规学习 例如是 幼稚圆课程 和家长的指导 亦都可以在 阅读图书的过程里面 接触到文字 和小朋友一起看书 是一个能够促进小朋友 语言发展的好活动 研究指出 小朋友参与得越多 早期家庭阅读活动 包括看图书 讲故事 唱歌 和玩一些阅读游戏 他们的阅读能力就越高 以下介绍一个互动阅读法 Dialogic Reading 是美国一位心理学家 Groeper Wighters所提出 多项外国和本地研究都显示 家长运用互动阅读法之后 小朋友会用到更多不同的词汇 讲较长的句子 语言发展有明显的进步 互动阅读法有四个步骤 可以用 P-E-E-R-Peer 这组英文字母 来方便记忆 P-Prompt 是引发 这个技巧非常重要 可以令小朋友更加主动说话 有五种引发技巧 分别是 填充 回想 开放节题文 六何文句和联系 E-Evaluate 是对小朋友的回应作出评估 当他们答对的时候加以肯定 答错的时候加以补充 E-Expand 是扩展 家长可以因应小朋友的语言能力 适当地加插内容 帮助小朋友扩展句子 R-Repeat 是重复 家长可以鼓励小朋友 重复讲出扩展后的句子 以上的技巧 会在影片中示范出来 叮叮跑到河边 你看 在河边的时候 忽然就吹起了一阵 大风 叮叮跑到河边的时候 忽然就吹起了一阵大风 这样吧 嘻嘻你试试说吧 叮叮跑到河边的时候 忽然就吹起了一阵大风 好厉害啊 嘻嘻你 你说得很清楚 接着发生了什么事 之后 被风吹走去帮 对啊 你猜对了 嘻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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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她摸头 发觉 嘻嘻 帽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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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呀,好聰明啊,希希 這麼長你都記得,撞得很好 好,然後她忘了頂帽子之後 她很不開心,又哭又叫 然後說,我的帽子呢?我的帽子呢? 我的帽子不見了,怎麼辦? 丁丁不見了什麼? 頂帽 對呀,她忘了頂帽子之後 她有什麼反應? 她說哭和笑 對呀,丁丁不見了頂帽子之後 她哭得很傷心 到處叫,頂帽不見了,頂帽不見了 因為頂帽子是她最喜歡的 那些紅色的帽子就是她媽媽新做給她的 希希,如果是你不見了 她說,喜歡的東西你會怎樣? 我會哭得很大聲 是呀 我會哭得很傷心的雜誌,或者不同的書籍 讓親子閱讀更有果效 家長可以安排一個輕鬆 不易令小朋友分心的環境 並且撥出固定的閱讀時間 所選擇的讀物 也應該從小朋友的興趣和生活經驗出發 適宜選擇一些比較短的圖書 配合語調、表情、動作甚至道具去製造氣氛 這樣做,小朋友和家長都一定能樂在其中 建立愉快的學習氣氛 家長也可以參考教育局的看物 例如,親子閱讀動起來 親子閱讀樂趣多 去了解更多親子閱讀的技巧 以及適合親子閱讀的材料 另外,家長也可以透過平日生活經驗 幫助小朋友留意文字的存在 以及跟我們生活怎樣息息相關 幫助我們獲取資訊 文字就好像符號一樣 代表著一些意思 家長可以趁搭升降機的時候 教導幼兒認識上、下、箭嘴符號 開門和關門的符號 以及認識樓層數字 到他們大那些 可以給小朋友機會 按下門口的密碼 坐地鐵或巴士的時候 又可以鼓勵他們留意和記應站名 從聽說學識字 認識預數 我兒子到現在都不願意認字 幸好還是喜歡讀圖書 我女兒也是 那些中文字 很多時候歌頭教完 轉頭他就不記得了 或者就讀錯了 或者跟他們上學字班 會好些吧 當小朋友有一定語文能力的時候 家長就可以幫他們加強 對文字元素的掌握和應用 文字元素當中的語數 是語言最少 而有意義的單位 研究發現 語數的分析和應用 對於學習中文尤其重要 可以幫助小朋友提升對詞彙的認識 和閱讀理解的能力 媽媽 蛋麵是否會做蛋呢 是呀 還有呢 有菠菜麵和蝦子麵 那如果我們加些薯片 那叫什麼麵 嗯 叫薯片麵 是呀 那這次我們加 你最喜歡吃的朱古力 那叫什麼麵 嗯 叫朱古力麵 一定很好吃的 哎呀這個威食豬 那你叫什麼呢 我們那時候在酒樓 吃那些又叫叉燒包 那你之前呢 有吃過豆沙包 那而我們這次 加啫喱呢 在麵包裡 叫什麼包 啫喱 當然叫啫喱包 很厲害 那我們這次不加啫喱 我們加 啊 加我喜歡吃的雜果 那不如我們叫它做 雜果包 哇 加啫喱好厲害哦 那說完食物 你看家裡 這麼多不同的電器 幫我們洗衣服呢 就叫洗衣機 那幫我們 洗你的臭腳呢 叫什麼叫 叫洗個機 如果有一部洗全新的機 叫洗新機 那我就不用自己洗澡了 你就想啦 不用洗澡 你懶成這樣嗎 不可以自己不洗澡 好嗎 知道哪裏 知道哪裏 從屏說 學識字 分析文字的結構 中文字 中文字是方塊字 而且具有結構性 能夠有效分析文字的結構 可以幫助小朋友學識字 亦令他們學寫字的時候 有一個比較清晰的規範 讀和寫有密切的關係 適量的抄寫可以幫助小朋友鞏固對文字的記憶 但是我們不應該要求幼兒班的小朋友執筆寫字 進行一些和幼兒發展不配合的機械式抄寫 墨書 可能會扼殺他們學習語文的興趣 在日常生活中 家長把握機會提醒小朋友留意周圍的環境 例如不准飲食、釀助這些標示 除了可以增進小朋友的認知 更加可以讓他們察覺到文字的存在 和所傳遞的信息 為識字打下基礎 好 爸爸 這塊草地很綠、很漂亮 我想在那裡跑步 是啊 這塊草地真的很綠、很漂亮、很大片 你看到那兩個牌子嗎? 上面寫了些什麼? 那裡寫著請密什麼草地 爸爸,中間那兩個字我不懂 老師都沒有教過 不要緊,我們一起看看 看看這兩個字 它是由左右結構去組成的 左邊就是部首 好,你看這兩個部首 你認不認得它 我知道 是足指 足球的足 我最喜歡踢足球 很好記性 那你猜不猜到它想跟我們說些什麼呢? 請密足足足草地 請密足足草地 請密足足草地 請密足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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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足 不算这个词余的意思是和脚的动作有关 其实家长在教小朋友识字的时候 都可以尝试与小朋友分析字的意思 加深他们对那个字的理解和记忆 好字个马字 加个女字旁就是妈妈的妈 加个口字就变成问题的妈 加两个口字就是骂人的妈 如果木字加多一个木就是树林的林 加多两个木就变成森林的森 如果加个水字旁就变成木浴的木 让我们来看多一个例子 爸爸 这里写着我的名字 这个不是你的名字 这个是推字 推字是剔手边的 这个位置是巧思边做部手的 你看清楚点 对啊 差点我又搞错了 嗯 不要紧要了 我们以后看清楚点 不过爸爸很欣赏你的学习态度 爸爸 这里是什么街 这个啊 这个字很深 它好像是竹字 不要了 我们都是上网用手机查一查 可以知道它怎么读 好吗 我很欣赏刚才那两父子 他们把握日常生活上的机会 随机学习 对于不肯定的文字 会想一些方法出来帮自己去认识 当小朋友开始长大 更加会察觉到文字是随处可见 感受到要学文字的重要性 家长可以多点鼓励小朋友 将这些字读出来 总之是读错 都要肯定小朋友愿意努力尝试 和用方法帮他们巩固对文字的记忆 总结 从听说学识字 识字由听和讲开始 小朋友认识文字 主要是由老师和家长教导 根据研究显示 听和讲是读写能力发展的根基 要帮小朋友日后学识字 家长可以从幼儿阶段开始 透过一些亲子活动 例如是共同阅读 去巩固和提升他们的语文理解 和表达能力 共同阅读既可以培养亲子关系 又可以给小朋友及早接触文字 一起唱儿歌、做动作 可以增强小朋友对语言的理解和掌握 配合图画和少量文字 让小朋友从小就留意到文字符号的读音 和代表的意思 明白文字、形、音和义的联系 在进行识字活动的时候 家长要以乐趣为先 千万不要以高压方式去强迫小朋友 有认字和抄写 家长要定出合理的期望 欣赏小朋友的努力 持之以恒地去尝试 如果小朋友开始要面对和处理较多文字的时候 如果经常出现遗忘刚刚学过的字 经常混淆字形相似 或者意思相关的字 经常写错字等等 如果以上的情况持续 家长应该向学校老师 或者是合资格的心理学家 寻求专业意见 及早识别 子女是不是有读写障碍的风险呢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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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